鑑於現時疫情亦是有反彈的趨勢 以及個案在社區本地的個案是多了 我們一定會更加再進一步加強檢測 去方便和鼓勵更多有需要的市民去接受病毒檢測 第一就是強制檢測 我們已經做了一個法例 所以我們現在有三個群組 首先有三個群組我們覺得應該要盡快進行強制檢測 一就是有病徵的人士 第二就是老人院舍的職員職工 第三就是的士司機 現在相關政策局正是積極籌備和落實相關的強制檢測 第二就是我們了解到基層市民 是對於參與一些強制的檢測 可能會有一些會影響他們的生計 就是如果是確診了 也都要入院的一些憂慮 所以勞福局正是考慮會提供一些一次性的津貼 去給一些確診的市民 而詳情都會由勞福局公佈 第三就是醫管局的一些檢測服務 醫管局早前已經延長了普通科門診收樣本品的時段 增設了星期六、星期日、公眾假期等等 而昨天也宣布了將增設樣本收集包 自動派發機至到十七部 第四就是現在大家留意到我們有這些群組 亦都是有在不同的區域都是有一些市民確診了 所以我們亦都是準備在某一些 如果是某一些的大廈或者是某一些的區 我們都會派出流動的採養亭 或者是流動的派遵的服務 務求是令到在這些的 例如一些爆發的一些群組的地點 或者是一些處所 是可以盡快地做到檢測的